台灣全國上下一心 為共同的天災同理心 然後來為土耳其救援 我們看一下有做了哪些事情 台灣點燈的時候 在剛剛結束的台灣燈會裡面 有土耳其災情的祈福燈 另外台灣派遣了一百三十名的 搜救醫護人員 五支金牌的搜救犬到現場救援 贈災援助的款項 目前提升到兩百萬美元 持續上升當中 那另外一方面 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的代表 他說這個公佈了土耳其的物資需求之後 受到超過兩千八百多通的郵件及電話 台灣人伸出援手幫助我們 我唯一能說的就是感謝 那另外一方面在政治文化部分 包含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新北市長侯友宜 台中市長盧秀燕 以及高雄市長陳其邁 都捐出一個月的所得 另外一方面在網路名人部分 牙醫史書華也捐了一百萬援助 土耳其呼籲其他的網紅 包含館長朱雪橫等人能夠共襄盛舉 那土耳其人在遇到台灣 搜救隊買食物的時候 免費加量三成加碼送水果 這個可能是報紙當地媒體揭露的一些消息 但是在台灣也有人有不一樣的看法 這位是名嘴黃志賢 他說中國的救援隊是非常厲害的 中國沒有吃台灣豆腐的必要 然後他說我們的救援是台獨好意識 然後台獨吃人血饅頭 我不太想繼續念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跟事實 跟我們理解的狀況不太一樣吧 冠婷 面對這樣的重大的天災 其實我們身為第九村的一份子 能做的事情就是有錢出錢 有利出利 每個人想想能夠為土耳其多做點什麼 哪怕是你可能是一個一般的工作者 你想想你可以捐獻什麼物資 你做生意事業有成 你想想能捐什麼款項 最不需要在這個時候做的就是酸言酸語 我們看到這幾天說真的 中國的一些小粉紅跟網友 在這邊酸言酸語 尖酸刻薄背後顯示出來的是沒有人性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們又同時間在這邊吃台灣豆腐 我們看到在2月6號 土耳其發生這樣的大地震 台灣在2月6號當天 我們啟動了第一梯式 40人的救援隊 我們就上了航空公司 飛到了土耳其 後面的90人也馬上 過去出發 可是當中國明明就是慢了一天 到2月7號才只有8個人出發 當然我們不會覺得8個人少 8個人也是盡一份力 但是你沒有必要做的事情是 吃台灣豆腐嘛 開始當第一天 你看到中間的是蔣萬安市長 跟台北市消防隊的 這些特殊隊的隊員 準備要出發的時候 這樣子的畫面 居然被中國的網友 直接拿來在各個社群平台說 哇 中國台灣的救援隊率先出發 把台灣的善心當成是中國的credit 你做這樣的行為就算了 現在有網友就在酸了 這絕對不可能是中國的 我們看一下 台北市特殊隊的 這些隊員身上穿著顏色 有人就戲稱說 這個顏色是小熊維尼的顏色 維尼色怎麼可能是中國的 為什麼大家要這樣酸來酸去 這是你中國起的頭 另外一部分讓我覺得 更難過的事情是 當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的外交部 去盤點現在在土耳其 我們台灣人有多少人在那裡 我們盤點出來 我們有414名在那邊旅遊的民眾 確定他安全無遺之後 我們在那邊 長久定居在土耳其的台灣人民 有三個民眾 被困在整個土石堆當中 後來我們也確定說 已經安全的脫困了 這個訊息發布完之後 中國才在馬後炮 中國直接說 所有台灣的民眾 你們來我們中國大使團 尋求我們的庇護 尋求我們的救援 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 還搞這樣的政治動作吧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是新北市議員 我們新北市議會 議會黨團總召鄭宇恩 其實從昨天到今天 跟我們所有黨團成員就討論 我們能多做一些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圖家 你分享了很多 土耳其的一些狀況 我真的很謝謝你 就是其實你心中很難過 可是把整個土耳其的現況 跟我們台灣人民分享 讓我們更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伸出援手 努力來救援 我們新北市議會民進黨黨團 我們就發起了一個 募集尿布衛生棉跟護電的活動 到2月14號下午2點為止 可以送到各個民進黨 及新北市議員的服務處 或者是在板橋的民進黨的黨團 我們把它集合分包好之後 我們會一起跟駐台北 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來做一個合作 為什麼我們討論之後 決定要募集尿布 衛生棉跟護電 因為在整個土耳其大使館當中 盤點的很多項目 包含說育含的衣物 跟很多的這些毛毯 可能是大家比較會注意的點 可是其實很多女性 現階段 據土耳其大使館對外也講說 這些尿布小朋友需要的 衛生棉其實是 女生的必需用品 現在確實也有不足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就是想想 自己能多說什麼 最不需要的事情 就是酸鹽酸魚 最不好的事情 就是占別人的便宜 吃別人的豆腐 我覺得中國人民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影片 你要做的事情是想像你能夠多做什麼 宇宙老師要補充 對 黃志賢這麼說 基本上讓人家覺得非常遺憾的地方 在哪裡 現在救援不分國際 台灣呢 我們認為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 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 是站在人道的立場 過去土耳其幫我們 現在我們幫人家 所以這個無關政治 但是黃志賢第一時間就說 台獨基本上要救援國家 門都沒有 而且更關鍵的地方是 中國偉大的組合的救援能力遠勝台灣 這句話連中國自己的網民都看不下去了 就問黃志賢說 台灣的這個救援能力 可能比我們還好 他才閉嘴 所以我覺得黃志賢已經把自己定位成為了 中共的船身筒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剛才冠廷說 中國這個果族不前 酸言酸語 現在這兩天 這個中國小粉紅把帳 記在土耳其身上 是因為什麼事情呢 各位看我的手版 就是簡單來講 這個遼寧號大家知道 但遼寧號前身是烏克蘭黑海艦隊的瓦梁格號 瓦梁格號當初要賣給中國的時候 土耳其基於兩個很重要的考量 跟中國要十億元的擔保 兩個很重要考量是什麼 各位瞭解 土耳其是北約成員之中 唯一的亞洲國家 因為土耳其隔著 博斯普魯斯跟達達尼爾 把領土分成歐洲部分跟亞洲部分 這兩條海峽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瞭解 這個土耳其過去跟俄羅斯 有血海深仇 因為有十次的二土戰爭 都環繞著這條海峽 只要俄國的黑海艦隊出海峽 就變成地中海國家 所以土耳其有沒有自己國安的考量 你這種軍艦要賣給其他國家 而且是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其實應該是那時候烏克蘭 我會不會有其他的考量 這第一個 所以說我要你十億元做擔保 第二個是什麼 這個海峽很窄 那個瓦梁格號體積很龐大 萬一沉在海峽中間打撈 或是拖運的成本 基本上會使得航運或者堵塞 各位記得那個蘇伊士運河 這個長智輪堵塞的地方 全世界都撞不掉 所以土耳其有這樣的考量 當初小粉紅你可以批評說 我們有我們的考量 你有你的考量 可是你怎麼可以把兩者算在一起呢 各位看喔 小粉紅怎麼說呢 我為什麼不捐 當年撩零號啊 我們已經捐了十億了 已經狙虎過了 所以我就不捐了 還有說我們不捐 這才叫做大國風範 土耳其瓦格良 是我心中的痛 報應來了 當年我國航母 拖回經過該水域時呢 下我們呢 這個框錢 而且錢呢還被扣押 所以你看 小粉紅過不去的砍喔 各位兩岸關係啊 很少人去關注這一塊 作為中國研究專家 我在想一個上網 看小粉紅說不捐的原因 是因為當年瓦梁格號推回來 害我們多花十億元啦 同樣的 各位看啊 這個留言我就抓下來 不可原諒 但民眾無辜 衷心祈禱願平安 我想去救災啊 可是我抽不齊 十億美金的過路費 各位 政治歸政治 這個救災歸救災 可是呢 小粉紅卻把政治 國安跟人道救援 混為一談 最後我要說的地方是 我為什麼要對比這個 小粉紅是玻璃心 中國是巨嬰之國 我們可以想像 黃志賢呢 基本上認同的是祖國 不是台灣 所以他跟小粉紅航線一氣 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就有一家台灣媒體 我覺得莫名其妙 這叫做中天電視臺 你敢這麼做 我就可以直接說出來 台灣搜救 這是台灣之光嘛 我們也不會把他覺得說 台灣這樣子就是個 主權獨立國家 這個兩下國 中國跟台灣一邊一國 我相信沒有人這麼想 結果應該是祖國不高興 這一則新聞 今天上我去看之後 404被下架 為什麼中天 基本上要自我閹割 請問我們做這樣的善事 幫助土耳其 然後讓世界各國 看到台灣的軟實力 這對台灣不好嗎 對土耳其不好嗎 請問我們連救災 都要看北京的臉色 中天你自己這麼做 你究竟是何者居心啊